各位网友好 今天我跟大家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 就是上一次和吴建民先生一起做视频节目访谈的 谈到关于中国医疗保健制度的那位任女士 我相信看过那个节目的人 对那位任女士都有非常深刻的印象 那现在我想跟他来谈一谈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最近上演的特别火爆的一部电影 我不是要神这部电影的话题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和任女士的以前的一个工作的搭档 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全民共振的发言人之一 原乡居士 我跟他四年以前就谈到了这件事情 那原来这个原乡居士和任女士 在这个从印度引进这个抗癌药物的这件事情上面 扮演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 今天我就来请任女士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 以及在这件事情当中 他们所起到的作用 以及对中国的这个医疗保健制度 进行深刻的分析 然后呢 我们试图再和大家一起来探讨 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任女士你好 你好 一平老师好 大家好 非常高兴 今天能和一平老师共同来谈一谈 最近非常火爆的一个电影 我不是要神 相信很多人看了这个电影以后 跟您一样 跟一平老师 您一样会有很多很多的感慨 然后很多人都是流着眼泪 走出电影院的 这个电影对我来说 有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意义 7月6号是正式供应的 到今天大概有 不到一周的时间 我收到了来自国内 很多很多朋友的问候 我把他叫做问候 因为今天我也又跟一些 刚刚还在跟一些志愿者 还有患者在聊这个事情 为什么说是问候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我们这一群人 为了这个印度药 给中国 为了把印度药引进中国 而做出的努力 为此而付出的代价 很多很多志愿者 是哭着给我打电话的 很多患者也是哭着给我打电话的 他们有不同的诉求 因为第一个给我打电话的是一个志愿者 他现在还在缓刑期间 为什么缓刑 就是因为这个药 这是我最早认识的一个志愿者 他是希望我能在海外发声 为他们这一群人来证明 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假药贩子 他们是一群英雄 我说你们是英雄 我说你们一定是英雄 早晚会有一天 我说我会让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知道 你们都不是假药贩子 你们是英雄 所以我想一鸣老师 你也跟他们都一样 应该是想也想知道 这个整个事件的一个来龙去脉 对吧 就是说陆勇这个人物 在电影里叫陈勇 现在大家都知道是陆勇 好像陆勇这个人物 他为什么会做这些事情 这个起因到底是什么 这个故事的来源是什么 后来又怎么样了 因为一定不是一个个人英雄主义的问题 这是一个团队的问题 我们其实都叫战友 这些人都叫战友 因为所有的患病的这个群体之间 大家互相都叫战友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其实跟疾病的战争 以及跟这个一个制度的战争 所以说我首先想谈一下 为什么我们当时要做这个事情 原形是陆勇 这个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但是其实差异是很大的 艺术高于生活 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 他肯定是很多人物的一个综合体 就是说陆勇 陆勇是一个白血病患者 他在2002年的时候 应该是患了白血病 因为当时我也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 我是一个民间志愿者 当时我有自己的工作 然后认识了 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陆勇 然后后来我们又认识了一个 认识了一些一些那个志愿者 他们呢给我们又推荐了 当时在红十字会 红十字会工作的工作人员 所以我们后来加入了 我们一起加入了这个 红十字会的志愿者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陆勇呢 他是通过我一个朋友 这个我们对家的阳光大哥 他认识了一个韩国的卖密患者 当时陆勇是在吃正版药的 大家都知道陆勇是老板嘛 所以 但是后来他也是经济难以维系 所以加州 阳光大哥呢 给他介绍了一个韩国的患者 那个患者是在吃着 印度版的一个格列位 所以呢 这个格列位呢 就这个印度格列位 这是第一次进入到我们的视线 当然我们大时候对这个是一无所知的 但是 陆勇他是一个患者 对他来说 这个所有的药信息都是非常珍贵的 所以后来他就是说 听说这个药很便宜 当时他就英文很好嘛 然后他立即联系了印度的白血 曼粒白血病的会长 然后呢 会长也跟他讲这个印度药可以 这个信息当时也是由陆勇带给了 我们 当时我们其实还不是特别了解 这个药到底对白血病患者有什么样的意义 因为这个药在2003年的时候 才在美国FDI批准上市嘛 到中国也就是2004 2005的样子 刚刚上市了一种新药 大家都不太明白 但是陆勇他是患者 他知道这个药对他来说是维系生命的 他也有个患友群 然后当时他就给我们讲这个事情 就希望我们能够帮助他来向患者推广这个药 当然初衷就是因为太多的患者死去 因为这个药吃不起而死去 这个他自己在很多很多采访里都有介绍 我就不多说了 后来因为这个事情 牵扯到这个药没有注册权 它其实是假药嘛 现在还说的是假药 就是在中国没有注册的药 都叫假药 这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假药 不是一个理化意义上的假药 那这样我们做这个事情 其实是有风险的 当时呢 在2006年的时候 我就正式掉入了洪池的激进怀 当时我是负责白血病儿童救助的 就是说也是白血病患者嘛 中间也有一些患者是需要吃这个药的 后来我们就跟我们的领导 多次提到这个事情 希望领导支持我们来帮助患者 来从印度购买这个药 用什么样的方法 合情合理合法的来做这个事情 这个就很难啊 领导当时是不是特别的愿意做这个事 因为毕竟做领导的要承担巨大的风险 就是不仅是法律风险啊 他的乌纱帽可能也要掉 所以后来我们当时现在想起来 还要非常感激我们的当时的一个秘书长 当时秘书长 王秘书长 他还是在我们的就是百般的怎么说呢 纠缠也好 或者是软膜硬泡也好 他后来还是同意我们尝试性的做这个事情 所以后来我们那个出了一个函 就红十字会出了一个公函 所以为什么您在电影里会看到有一个牧师 牧师后面有一个十字架 红色的十字架 其实我们现在看起来 它是隐喻了红十字会的意义 然后当时陆勇和我们另外一个志愿者 带着这个韩去了印度 然后就是说就是电影里说的 说你拿下了代理权 当然当然不存在代理权的问题 这个药根本在中国是没办法合法上市的 他拿下了这个代理权之后 就是说他跟印度的药商台湾之后 告诉他我们的患者有多么大的群体 如果我们都来推你这个药 我们会有多少多少人来吃这个药 所以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们 第一能够给我们及时的供药 第二能够给我们的药价降下来 所以现在的患者我们都知道 他们几百块是一般 就是说不超过一千可以吃这个药 您知道当时的药价是四千 就是说基本上在四五千人民币一盒 就是这一次 陆勇跟另外一个志愿者去了这一次 我们一下子就把药价降到了一千多 没有超过两千块 这个就真的是要感激 然后同时都会那个寒 如果没有这个寒 他们不会相信你 他们也不可能把这个药价给你降成这么大的幅度 当然我们的目标是五百元 但不可能嘛 当时他们成本也是很高的 刚刚出来的 所以说就在这个降到 他们带着这么一个胜利的喜悦回来之后 我们就我们也跟领导也汇报了 说我们可以把这个药降到一千多块 让患者大部分是可以吃得起的 所以后来我们就自己来就安排了一些志愿者的会议 全国各地我们就招募了很多的志愿者 因为这个志愿者他不是说为了卖这个药 因为本身我们就有志愿者在做一些救助患者的活动 然后他们就会有 我们在做一些活动的时候跟他们讲这个事情 希望他们能帮助本地的患者来做 在推广这个药 这就是电影里的那个叫小分队吧 因为每个角色他都会有 每个角色他身上都会有很多很多患者的影子 绝对不是一个人 所以他们有的朋友给我打电话说 哎呀我觉得你就是里面的那个 就是那个妈妈呀 有的人因为她是唯一的女性 觉得有的人说啊 我觉得你就是那个成勇啊 有的人说其实这个是没有办法的 我说没有任何一个原型 他能够完全靠得上里面的一个人 就是说我们整个团队去推这个事情 到了后来领导就是已经嗅到了危险的意味的时候 他们就不是特别的愿意来参与这件事 包括有人就打电话到总会 打电话到我们办公室说 你们卖假药啊 你们公司会卖假药啊 这个风险非常的大 虽然我们在想尽各种办法来说 把这个药用它合理合法的进入到患者的手里 但是您想想这样一个没有经过批准的 国家认为它是假药的 在各个环节上 并且人这么多 这么多这么大的需求 他没有办法 所以说后面才会有了那些悲惨的故事的出现 这就是类点了嘛 因为我对我来说接触的都是患者啊 医生啊包括媒体啊等等 就是这些环节上整个的一个群体 就是这些悲惨的故事 电影里演的其实还好啊 真正的生活就是说对我个人来说 我经历的能比它还要惨一百倍 我见过太多太多太多的这样的人间惨剧 所以就是说为什么我会一直去做这个事情 然后无论做到了 无论就是碰到了什么 我们也一直在做 我以为什么所有的患者 他们看到这个 然后就因为我帮助过的患者 很多他们有的人会打个电话过来 然后会说就是你电影叫你不是要神 但是我们就觉得你真的是神 你就是菩萨 你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等等 这个他们喜欢把这个整个的一个功劳 然后去感激一个人 当然我认为这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它一定是一个团队的事情 所以我也就第一点就是想讲 就是为什么 它是一个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故事 而是一个团队的一个英雄的行为 电影里面呢 讲这个故事陆勇啊 是在陈勇是在上海地区的一个商人 一个小银 对 那他整个的团队也是主要是在上海地区活动的 那实际上呢 我听你这么一讲述呢 这是一个全国范围的一个非常这个规模很大的一个行动 是破盖了很多全国各地的白血病患者的一个行动 对 对 因为你这个组织的这个工作啊是特别的多 那协调的工作特别多 你能不能讲一讲这方面的情况 因为你刚才也提到了 有一个加入了红十字会的一个基金会 对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像在中国这样的一个高压的环境下 严护的环境下 要从事这样的这个一个规模庞大的一个慈善事业 又在走在啊这个这个法律的边缘 在刀锋上面行走 是怎么样能够啊完成这么一件状局的 好 对 您刚才说其实陆勇是江苏人 他确实是在江浙一片 然后包括上海那一片滑东地区 他那边活动的比较多 因为我们的志愿者确实是来自全国各地的 有一些省是比较多的 有一些偏远地区的比较少 因为我们的我们这个志愿者团队 它是当年是自发的形成起来的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很多人都是跟疾病相关 大部分人是跟血液病 白血病啊淋巴瘤啊这些病相关 然后他们为了为了就是说这些 大家嘛都是同有同样的感受 感同身受 然后我们可以互相理解 互相支持而发的形成在一起的 所以还有一些是因为省 就是我们离得近 所以我们在一起 所以它的主要的划分的区域呢 就是一个是省 一个是根据地域 一个是根据病种 然后就是活动在一起 大部分当时因为当时的网络 还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我们现在可以很多啊 微信啊 包括Skype 什么这些东西 当时只有抠抠 因为大家就是建了很多的抠抠群 然后在群里面交流 后来我又做了一个论坛 论坛是为了帮助这些患者解答 这个疑惑的 然后 然后有这个我们 因为不是在 只是说为了给大家推广 印度药而存在 大家主要是因为要交流 就是要帮助这些患者 群一问药嘛 因为你在治疗过程中出现了任何问题 包括资金上的问题 治疗的问题 面临的选择 包括家庭问题 心理问题 然后药的问题 等等问题 所以这些问题 你别人 外人是无从感知的 就像我跟您谈 血液病 您一无所知一样 对吧 他必须要找一个 跟他有同 同病相连的人 然后或者还有一些专业的人 来帮助他们 所以这样的一个群体 所以这样的一个群体而存在 当时 这个印度药的 因为说到治病 你不可能离开药 所以在这里面推广印度药 不是说我们在推广印度药 而是说有患者他需要药 但是他吃不起 那我们告诉你有这种药 因为我们的群里也有很多的医生 医生理论上来说是不可以做假药的 对吧 所以我们当时就是有这么一个规避 就是我们不让医生去说 你推荐你来用这种印度药怎么样 主要是让患者一个口碑相传 因为患者他最相信患者 他就可以 你包括我要跟你讲 我们有一个志愿者 他是兼支流的患者 他妈妈是兼支流的患者 他就做了一个中国兼支流论坛 陆勇是慢性力细胞白血病 他是白血病患者 他自己做的一个叫中国慢力论坛 然后我们刚还有其他的 我只是举这个例子 就是说你这个病 你再一搜你可以找到这个论坛 你进去之后你会发现 还有很多和我一样的这样的病友 然后我就要问一问啊 他们是怎么好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群职存在 本来如果是说没有印度药 没有印度药这个问题的话 谁也说不出你在这个事情上 游走在法律的边缘 但是任何人都知道 他只要治病了 只要需要药了 那不可避免的我们再聊这个药 在陆勇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 大家都可以看到他 他在论坛上说 我是患者我吃的药很好 大家都相信了 对吧 每个患者他都知道 你吃了好 那我吃的一定也很好 只有问题是吃不起蒸板的呀 能吃得起蒸板的 没有人会去吃这个盗版的药 所以当时 在这个陆勇这个案件之前 一直都在备受困扰我们的 就是说每一次都要 每一年都要听到 谁谁谁因为这个药而被抓 我所知道的第一个被抓的解决者 是黑龙江的一个医生 这个医生是在第一次参加我们 他就是我们第一次召开这种会议的时候 他就来参加了 他是个医生啊 他就是他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 他就是非常的热心 他就是愿意 他因为听到这个消息 那个非常的振奋 他本身他 他是 他的患者里是癌症患者 不一定都是白血病 但是他听说这个之后 他就来参加我们的会议 然后回到黑龙江之后 他就去做这方面的工作 同时他还帮助当地的白血病的儿童来填 这个申请表 因为填我们小天使之间的申请表 因为有一天就突然他来送过的表 就乱了嘛 我们过来一打听 就是被抓起来了 这是第一 这个人被抓应该是在2006年 这是我们第一次 但是我们就很震惊了 因为在我们的概念里 你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吗 他姓王 但我不方便说他名字 姓王 王医生 因为他现在已经放出来了 有一个患者 就是因为那个孩子 我才后来更加坚定的去做这个事情 这个孩子是我救助的一个白血病患儿 他17岁 当时他是那个肺羊的一个吉林患儿 您可能不太了解这个什么叫肺羊 它是一种染色体阳性 但是这个这种患儿呢 他必须得吃这个药 他跟那个曼丽又不太一样 但是他呢又要化疗又要吃这个药 他的家庭就很困难 其实他我第一次我就资助了他 因为他是一个 我们评审的时候就资助他 因为他是一个单亲妈妈 那个孩子很高 又瘦又高 17岁 我记得特别清楚 第一次他来 我们就资助他了 3万块钱 然后没过多久 他也是吃这个药的 但他吃的是 当时吃的是三加九的 就是诺华正版的 这个三加九的 当时我就跟他讲 我跟他提过一次 我说你要是 吃不起这个 你可以吃印度的 我可以帮你介绍 问问看哪里可以买到 当然因为我也不能说 特别的那个明显 后来他 他因为我们的原则是 只资助一次 然后没多久 这个有一次 我就在办公室的时候 大概三个月以后吧 就资助他三个月以后 他妈妈打电话给我 我在办公室 然后说在门口等我 当我出去的时候 我就惊呆了 您知道我看到了什么 这个孩子就直静静的 跪在那里 他妈妈不在 他自己跪在那里 那么高的一个孩子 我很爱的 他比我高那么多 然后跪在那里 然后我就不吭声 我说 哎呀 我说孩子你怎么了 我说你一起来 他不说话 他就流泪啊 然后他就喊我妈 我说我就很 因为我那时候还很年轻呢 他那么大呀 他喊我妈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说你怎么了 他说阿姨 那个我妈说了 让我喊你妈 以后他就不当我妈了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 那个他复发了 我就赶紧给他妈妈 他打电话 我听到电话响 就在我们那个大院墙角 然后我一过去看 他妈妈就在那儿 缩在一团在那儿哭 然后我就 我就过去嘛 我登过去 我就说那个大姐 您怎么了 他就说 他确实是没有钱了 那个三加九的 那个也吃完了 我说那您可以吃印度的呀 他说印度的他都吃不起 我当时 当时那个也没带钱包 我就说 我给您 我先给您钱 您要给孩子签这个纸品 他说孩子我不要了 你就喊你 你就收他吧 他跟了我一定会死 我当时真不知道怎么办 我说我先给你找一瓶药 你让孩子先吃好不好 然后我就当时 给我们的一个训练者 他们就是负责这个药的 然后我说你快速的给我 邮寄一瓶过来 然后我这边有患者要吃 然后呢 这个孩子还在那会呢 我就说你一定要你们都起来 他当时就说 你是我看见最大的官了 他就觉着我是他见到最 其实我当时还是个 很普通的一个工作人员 都不是什么官 然后他就说 他认为他喊我妈了 他就能活 这个孩子 对他的概念里就是这样 那我当时就跟他说 我说那你喊我妈 我就认了 那你起来吧 然后他就起来了 然后他跟我说你 他是你妈 我也是你妈 然后我们就一定会 让你活下去 然后我就当时 我说你给我个地址 我回来给你寄一瓶药 后来他 我就把他送走了 其实那是我最后一次 见这个孩子 现在想一想 其实还是挺难受的 当时他 我把药寄给他之后 他不可能再让我 然后我就每个月 再去给他打电话 我第二次 第二个月再给他 打电话的时候 他给我只发信息 不接我电话 然后就说 那个什么 我会接着吃药 但其实他光吃药 也不一定就能活下来 但吃药 最少能活下来一段时间 我是这么想 我就说你要吃完了吗 是不是 我再给你买 或者怎么样 他就后来就说 我有药吃 我说好 然后再过了三个月之后 我再给那个孩子打电话 他还不接 是他妈接的 那孩子已经没了 你知道为什么 他连印度药都吃不起 当时我们这个印度药 大概是1500块钱一盒 我当时第一瓶 我送给他之后 第二瓶 我其实想给他寄的 但是我现在后悔的是什么 就是当时我没有给他寄 其实他是吃不起的 他连这个都吃不起 我以为他吃得起 但其实他都没有吃起 他很快就复发了 就我后来我就在想 就是就是你好多人都说 电影里就说 钱就是命 命就是钱 这这这就是 就在我眼前活生的一例子 我经常那时候一闭眼 就会看到那个孩子 那么那么那么高的一个孩子 然后喊我妈妈 我每当想起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就做我当时明明知道 做这个事情的风险有多大 但是我没有办法 就是说我如果不做 然后可能会有更多这个孩子 这孩子姓回 然后我第一个碰到这种 我说是喊他小回吗 因为他像小回这种孩子 可能就死的会更多 在我的眼前一个一个一个事 他我当时承诺他了 我说你你喊我 我喊我妈妈 可能你就能活下去 你如果 但是我没有做到 所以每当我在想 停止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以后如何来面对这个孩子 在天堂的一个灵 所以 所以每一个患者 他们每一个志愿者 他们都要经历过 这很多很多生死的这种故事 叫电影里的那个黄毛 因为我看到这个电影的时候 其实我是想到了这个孩子 我第一眼地下 但没有 其实没有人知道他的 类似这样的故事 就是非常多 电影嘛 短短的一段时间 你不可能把人生百态 把所有的患者的 一个处境 一个困难都展现出来 但是 为什么我们的志愿者 他就愿意这么做下去 每个人都知道 自己承担的风险是什么 我们开会的时候都说 我要怎么样 要怎么样做 我们不去做尾巴的事情 我们只是想救命 但是这样也不行 所以 您看这个 就是 陆勇这个事情 他 你们都看到他被释放了 但是我们那么多的志愿者被抓 那么多的志愿者 还在 被追捕 那么多志愿者被判刑 没有人会关注 这时候的这个群体 大家都说 你看我们中国多人性化呀 都说法大于理 结果呢 理大于法了 这跟陆勇都免于起诉了 你们还说什么 谁能知道 这背后的志愿者 还承担了怎样 他们在 目前在面临的处境是什么 没有人去关心 也没有人去 去去去来 再探讨这个问题 现在国家 中宣部都已经下令在 就是说 在降温了 对这个电影在降温了 就是说 可能会探讨的越来越少 大家感动过之后 不知道会不会还死索 所以我为什么要 想跟你 讲这些事情 想跟所有人来讲这些事情 我就是不希望 这场电影就是一个眼泪的狂欢之后 留下了又所有 我们做出了所有的我们志愿者的眼泪都在白流 我们的血也在白流 大家什么都没有得到 最后还是像以前一样 回到了7月6号之前 没有看那个电影一样的 那是我寝食难安的事情 那在这个电影里面呢 讲到陆勇最后被抓起来 关了三年 这个陈勇 现实生活中的陆勇 我查了一下 是在2013年 被抓捕 对 那一个地方的 这个公安局抓捕 但是呢 后来又免于起诉了 对 你可能讲到很多的志愿者 因为这件事情呢 被抓捕 你能不能讲 一两个具体的例子 我 好 因为 就像刚才我给您讲的 第一个被抓捕的志愿者 然后不是说这个陆勇案出了以后 就是说他免于起诉了以后 大家就都太平无事了 其实这个抓捕工作一直没有停过 最严重的时候是在 不是在陆勇那个时候 最严重的时候在2011年 2012年那一片是非常严的 我想讲的是说 在20 我想讲一个事情 就是说为什么我要讲 就是他能让你看到这个警察 在这种 在这件事情上多么的残忍 我们有一个志愿者 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孩子在哭乳期 一岁左右的孩子妈妈 这个志愿者 他其实就是完全是出于热情 当时因为他本来有工作 他怀孕了 他觉得没什么事 然后是因为认识我 所以说老说 那姐你看我能帮你们做点什么吧 然后我说 你在家里也干不了什么呀 就帮我们那个什么吧 收一下包裹 是吧 因为我们团购来的药 需要分发给各地的患者 那你愿不愿意帮我们分发给患者一下 他什么 他其实是对这些医务所知 他只是说 我跟他说 如果有这个药 大家就 我们的患者能活下来 就如此而已 然后我告诉您 发给谁就发给谁 然后我们又专门志愿者告诉您 发给谁 他就做这个工作 当时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有一个患者 有一个患者去世之后 他的一个 那个患者的女婿 在为患者买 为其他为他的那些 他丈母娘的那些病友买药的时候 结果被当地公安知道了 然后通过快递单追溯到了他 我这个志愿者就是女的这个年轻的妈妈 她还在抱着孩子呢 因为孩子 人家警察来了之后 当时就把他连孩子一块带走 因为孩子太小 然后他最后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就说 姐他们要抢我的孩子 我不知道是发生什么 怎么变成抢他的孩子了 后来他老公给我打电话 我才知道他被抓了 你说他们就是有多么的残忍 就是说抓完之后 把他娘娘 他审这个女 这个我们这个志愿者的时候 这个姑娘是什么也审不出来 但孩子在旁边啊的哭 他给他老公打电话 说你把孩子带走 这个你老婆要给我们留下 然后说你那个你老婆银行卡拿过来 你老婆银行卡上都是赃款 其实他老婆银行卡 跟我们一点点关系都没有 跟患者也没有一点点关系 这个 但是他老公非常老实 就真的就把银行卡交给他的 上面人家自己加的钱 他给人家没收了 然后让他把那个一岁多的小孩 小婴儿就抱走 还在吃奶了 就给抱走了 然后就把这个志愿者抓了 关了一个月 审了一个月 但一个月 后来就没联系他了 因为怕给他增加麻烦 这一个月 我不知道他能审出什么 因为这个志愿者 他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就是说 你不可以想象 就是说每当这个时候 我就在想 我不知道这些人 有没有人性 这些警察 他们的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就是说为了 为了什么 我不知道应该说为什么 我要说为了狗粮吧 好像有点侮辱狗 我都不知道为了什么 他们会去做这种事情 因为现在我还对这个女孩 怀有很深的一个内疚 我一直没有联系他 我就觉得很对不起他 一个我们都知道 都是做妈的 都知道一个小婴儿 离开自己一个月 是个什么感觉 其实后来可能 确实也没查出他什么 也没有怎么样他 也没有起诉他或什么样 但是这一个月 他遭受了什么 我们都可以想象 中国的看守所 是什么样的人 待的地方 这么一个单纯的 善良的姑娘 人为人特别热情 爱笑 当时最后通这个电话 我记得清楚 是他们所有警察来抢我孩子 我简直都崩溃了 因为根本就不会想到 我天底下 还有这么惨绝人寰的事情 会让这些警察 去抢一个姑娘的孩子 但其实他们就是为了 就是为了这个姑娘 给病人发药了 给病人发药了 就要这么抓他 并且呢 你们都 很多人都说 哎呀陆永安之后 就不抓了吧 很多人都说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你们都可以 在网上都可以看到 2017年的时候还在抓 2018年的时候还在抓 当然那不一定是 我们的志愿者了 因为在这个事情上 很多人在做嘛 不是可能有一些 因为我们也跟一些 公司和企业合作 大家都知道 你如果这任何一个事情 如果没有商业的利益 在里面的话 可能这个事情做不下去 但他们 他们去做他们的好了 就是说 我们的志愿者 不是光去弄药 也要去帮换着答疑 但是总有一些人 他们因为这个 可能是利益的关系 就像电影里 他也有这种商人的存在 2018年的时候 还是 2月 不还是抓了 这是迄今为止 判的最重的一个 一个叫姓季的一个老板 他 他指示什么呢 他是在香港 注册了一个公司 他是代购全世界的药 然后呢 他是因为发货的方便 而在深圳也不办事处 就是因为这个 把他抓起来了 判了 应该是罚款1500万 应该是判了8年吧 判了8年 现在还在患着 就是 他其实 因为都知道 欧美国家的药嘛 出来的非常的快 中国的患者 有时候会需要这种药 然后他们主要是做 香港是一个自由贸易港嘛 所以他就在香港 设立一个新特药公司 然后帮全中国的患者 一些医生啊 是需要药 就是这样 他就做这个工作的 结果就是 现在就是被判这么重 就是贩卖假药罪嘛 就非常非常简单的 一个罪名 就贩卖假药罪 最可怜的是 他的一个员工 一个姑娘 这个姑娘 刚刚才就是说 因为他公司招聘嘛 他进去15天啊 进去15天 做文案工作的 处理了3000的订单 拿了30块钱的 叫的什么 叫提成吧 30块钱的提成 被判了三年 你我不知道啊 中共他去抓 这个贪官的时候 我不知道他们 判三年是一个 什么样的指标 我就知道这个姑娘 为了30块钱 被判了三年 我在中共的这些 爪牙们在去干 其他事情的时候 不遗余力 没有那么上进 抓一个姑娘 就这么不遗余力 并且这么迅速 就帮人家给判了 我真的是觉得 我是个女的 我不可以骂人 但是我就希望 有人能替我在心里 骂他们一万遍吧 所以 他们之所以 对这些志愿者 判得这么重 对这些从事 就是这个药品经营的 把这个整个的 让整个中国的 这些白血病患者 或者其他癌症患者 能够用上便宜药的 这些 还稍微有点良知的 这些商人 对他们处以重刑 那其中背后 肯定是有它的原因 是不是跟中国 现在的这个 这个医药 断行业的 这个暴力行业的 这个有这个厉害关系 跟这个有关系呢 是 很多人也都是这么问过 因为我跟那个 吴建民老师 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就是说 现在有一个说法 电影里也就是说 是诺华 是诺华公司在 后面推动警察 去抓这些人 但事实上是这样 诺华根本就没有 这个动力 你现在 大家 这个国家是打着 保护诺华的 专利权的名义 然后去抓捕这些 所谓的假药犯的 就我们的 包括我们的志愿者等等 但事实上 这根本就 完全不是一回事 谁都知道 你一个新药研发出来之后 你要卖掉它 对吧 你卖掉它 你才有利润的回收 然后才会形成一个 良讯的循环 你才能拿到更多的资金 去研发更多的新药 都知道中国有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每个 世界上每个国家 都有它自己的特色和特点 他们的病人的情况 以及经济状况 然后你的定价 一定是一个市场行为 对吧 你到美国定价是什么样子 你在韩国定价是什么样子 你在澳洲定价 这都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市场的透明的行为 唯独在中国 中国 其实诺华是没有议价权的 定价权在 上面 所以说 你 你 我 我也上天也说 我跟我们跟诺华 包括罗斯啊 什么 雪兰诺 他们这些高管 聊 人家都很有委屈 你这个锅我们不背 其实他们真不背 这背的可冤了 价格就不是这个利益的问题 这个定价在 中共的手里 他为什么要定这么高 那就是让你吃不起 那 为什么让你吃不起 就是不想让你活 那我们的 我们做这个工作 为什么他会这么不遗余力的打击 我们比什么都上心 你恐怕你破个凶杀案都没这么带劲 他们来来 来那么追捕 去抓 他简直要为了抓一个人 可以调动全 全全各省市 二十多个省市 这个区的一个公案去抓 他动力来 原因哪里啊 就是因为 我们让这些病人活下去了 他们让这些人死去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他为什么要让你死去 因为你 你如果你们都活下去了 你们的医疗的包袱就甩掉了 你们就自由了 你们就会有想更高的 你要追求民主 你要追求平等 你要投票权 你要选举权等等 那就不是共产党想要看到的局面了 对他们来说 整个的这个统治的状况就会发生改变 这是他们治疗的一个工具 任何一个民生的一个项目 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会把民生当做市场 你把民生会当做赚钱的工具 只有中国 医疗就是最大的 包括教育养老住房等等 都是这样 这是医疗是最大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中共为什么要去抓这些志愿者 你本来大家都是都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你如果是说你的 你定你的国家吃不起正版的药 那好 有仿制的药应该怎么去操作 你可以完全可以国家出台相关的问题 相关的法律来解决这个问题 是吧 大家都在这个法律的范围内去做 就没有问题 不 他不 他永远去给你设很多的口袋罪 他也不说你违法 他也不说你合法 但需要就把你抓进去 就是这样的一个 所以我一则二二 一则二则三的去重申 不是这些药企 不是这些跨国药企 他们把这些路由他们送进了监狱 就是中国共产党把你们送进了监狱 如果没有诺华这样的企业 没有这样的药 这些病人又何以生存 是不可能的 所以要感激的是这些企业 你要感激的是 他们这些科研人员研制出来这些药 然后包括谁把这个药生产出来 然后再去找 我们再去 怎么把它买到 这是这个环节上 每一个人都是我们需要感谢的 唯独有一个不喜欢看到这个局面的 那就是这个专制政府 这就是你触动了他的 你动了他的底线了 他就是让你死的 这个是这个 如果你大家还不明白这个道理的话 还在纠结于 好像在中美贸易战 现在好像都说 我们要同仇抵开 我们要抗这个是吧 你看这美国来搞好我们 在制裁我们 好像是把这个矛盾转移到那儿 傻瓜才会醒的 根本就不是这样 所以我为什么一二再再二三的 去强调我这个观点 很有讽刺意味着是 中国本来是一个山寨大国 对 其他任何国家的专利 甚至是对本国的这些专利产品 保护的都是非常非常勉强的 甚至是阻容那些 破坏别人 侵犯别人专利权的这些行为的 甚至是以整个国家的力量 政府的力量 来去侵犯别人专利权的 但是呢为主就在药品这件事情上面 他们说哎呀要保护专利权 实际上呢 保护的不是专利权 是保护的是他们自己的垄断 药品和医疗器材的这种权力 是他们要靠医疗来搜刮老百姓 来压榨老百姓 来把他们推向死地的这样的一种权力 那我四年多以前呢跟袁湘君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他就谈起来这个格列卫的和这个印度港格列卫的和这个你们的在国内的从事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志愿工作者团体的这种组建的这些工作 我当时听了我就觉得这是非常有感动的 非常非常的佩服你 那这次这个电影出来之后啊 我一看呢也是非常感动 虽然呢在其中的这个电影 他们当然了那些制作人呢 他为了让电影能在中国发行 他做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改动 和现实中的这些这个情景呢 差距的是非常大 而且呢还故意的还给中共政府做了一些啊 这个美化的工作 比如说他后来说到说这些药已经列入了医保了 那你是在这一行呢是非常有经验的 嗯 请你谈一谈 现在的医保是不是覆盖了啊 啊 这个格列卫这一类型的药品 那如果是有的话 他是对多少人 对这个全国14亿人里面呢 是有多少人能够享受到这样的医保 嗯 对现在 包括陆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 我我我我我看他也是提到了这个问题 说我们会越来越好啊 我们的国家也越来好啊 对老百姓的这个民生也越来越关注 包括在2015年的时候 他被释放的时候也跟我聊过这个事情 说两高也出司法解释了 说这种 我们这个行为啊 以后可能不抓了等等 我跟他说 我说这个 我根本都不信 啊 他还在中国嘛 我不想说太多这个东西 但事实上 所中共所做的 所有的关于民生的一个承诺 到头来 你们再回头看的话 都是废纸 都是空话一张 零关税 是吧 我们都知道零关税 上次我也谈到过零关税的问题 零关税对药物有影响吗 现在根本就没有影响 为此国家还成立了一个叫国家医疗保障局 然后说这个定价权现在已经在国家医疗保障局了 这个医疗保障局在哪呢 我们都不知道 门从哪开都不知道 电话都打不通 因为有记者采访我嘛 说这个药的定价问题 我说以前在发改委 他们跟我说 我们按您说的去跟发改委联系了 发改委说 国家发改委说这个现在不为我们了 为这个国家医疗保障局 但问他们医疗保障局是电话是多少 我们采访一下 但是没有 找不到 说这个暂时还不对外 被零关税之后 药品根本就没有降价 这个大家都知道 从5月1号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 因为有记者嘛 好事的 好事的记者 然后就去问了一些 采访了一些医生 他们可能当时说了一个阿瓦斯汀这个药 阿瓦斯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肿瘤药 然后豪塞汀这些药 根本都没有一丝一毫的降 但我不知道啊 马上这个 这个大家的这个习大大 是不是会搞一些小动作 然后降一点药来收买明星 我不知道 目前是没有 包括格列卫啊 伊瑞莎这些要是不是进医保了 不错 在前一段时间就有进医保 2013年的时候 格列卫的专利就到期了 中国就可以生产格列卫了 中国生产的格列卫 国产的格列卫 它也有自己的名字 但是定价是多少呢 定价是4800块钱 然后呢 有一些经济发达的省 比如江苏啦 浙江啦 等等 这些省他们 因为各地的医保政策 是自己来定的 所以这些省呢 他们可能会把格列卫列入医保 但是报销以后 它一定是自负的这个部分 还是比吃印度药还贵的 很多病人都已经不相信国产的 因为中国在这个仿制药方面很差的 像印度它为什么它的药质量好 是因为它沿袭了欧美体系的一个制药体系 管理体系 它的药品质量控制非常严格 中国的这方面是不行的 是不如印度的 这个我们不得不说 就是说 不是说中国在这方面制药业落后 这是一个现实的情况 所以很多患者 他宁可去吃印度药 都不去吃什么这个国产的 包括那个诺华的那格列卫 那就更不说了 那在进医保 你自己自负也是不会便宜到哪里去的 绝对要比吃印度药的鬼 就是进医保 更何况大部分省市还进不了医保 再说中国的医保制度 因为上次我也谈了中国的医保 中国的医保制度就是一个 看过去非常漂亮的一个东西 塑料花 然后但是一点都没有用 我刚刚在跟您那个谈话之前 我刚刚才接到一个孩子的一个求助 他是一个白血冰的患儿 然后他复发了 在复发之前他花了67万 67万人民币 按照中国的说法 那就是说报销要60%以上 是不是那应该他报销40多万对吧 那您知道他报销了多少吗 他跟我说他所有的报销 11万块钱 11万 这有多少比例大家可以自己算 然后他要移植 他排仓已经排到了 在人民医院排仓 因为他是用父母的单倍体的移植 他已经排到了 进仓要交35万的押金 他满打满算的认为自己的 报销以后的那个钱 大概有三四十万肯定没拿到 然后他去交这个费用 但现在他拿到了11万 他的房子什么都已经卖掉了 因为对于一个普通的工厅家庭来说 也就60多万已经是极限了 现在11万块钱 怎么办 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藏 所以他跟我就哭诉这个事情 就是说 当然因为进不去 他就意味着他孩子又没命了嘛 所以我就说 我说为什么你们报的这么少 他说我们都是饼类药 不给报的 因为中国医保是加一饼 饼类是区次费药 都不能报 大部分因为这种癌症患者 他用的都是很多都是就我们说的好药 进口药都是不能报的 所以这种医保 因为好多人就是有时候在下面会攻击啊 会说中国的医保怎么样怎么样 说你们就在这儿污蔑我们的政府和党 我天天在这个患者群里 没有几个人说报 我从来没有听说谁的报销能够达到 我们的党和政府宣传的那一个比例 大部分人都是看不起的 只能是自求多福吧 你不要生病 你不管是五毛也好 六毛也好 你也就是回家自求多福去吧 你生了病 一样不会报的 除非你家里有一个正部级的干部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医疗是为 正部级以上干部而设的 根本就不是为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而设的 所以 我以后可能会专门来谈一谈中国的这个医保的问题 就是我想告诉就是说 你不要指望一部电影 某政府会良心发现 会让老百姓看得起病 那就是 吃人说梦了 就是绝对是天方夜谭那件事 那现在那些志愿者现在还在从印度进口药吗 这个体系现在还在运作吗 是的 还在运作 但是我们的运作就是说 第一我们会 就是更低效了 不是更高效 更低效了 更隐蔽了 就是我们尽量的不做 尽量的不去做 我们都是 现在呢我们都是像你自己 我们只是告诉你这个信息 让他们自己去联系 因为我们为了降低这个志愿者的风险 大部分是这样 但是 有一些患者 他们确确实实没有这个能力去联系 那我就是跟他们讲 我们只是帮你联系而已 就是说 没有以前的那种工作效率了 因为 怎么说呢 我发生了很多这种志愿者这种 这种事情 其实对我冲击很大的 我一二代 我这些志愿者很多都是 我们在一起很多年 都十几年的 像兄弟姐妹一样 当时他们遭遇到这些情况的时候 因为是我把他们带到这条路上来的 等于是说我害了他们 其实对我当时是告他 我们是救人的 我们是 我们是做世界上最高尚的事业 我们都是英雄 我们都是 就是说 我们这个在中国的这个土地上 你有几亿人 会几千万人几百万人 因为我们的存在而活下去了 我们就是英雄 现在英雄流血又流泪 我如何向他们交代 虽然说我们现在还在 还在做这些事情 但是可能就是 就是做得更隐蔽 我在想用起 寻找一条其他的路 也许 就是说不用 再用这种游走在法律边缘 或者是说 还是冒着这么大的风险的方法去做 这个我 我以后也会想谈一下 太了不起了 太了不起了 加油 一定要坚持下去 无论怎么样 我四年多以前跟原乡居士见面的时候 谈起来这个事情 我记得那个2014年 陆勇被捕是在2013年 那个时候你们应当是刚刚 2014年的时候刚刚流亡到美国 其实跟这件事情呢 也有关系 对 很多 因为在我们之前 就是我们来美国之前 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多事情 其实毕竟我们都知道 这个源头在我们自己这里 这个就是我们自己发起的一个事情 然后下面的人 陆陆续续的出事 肯定会牵扯到我们 这是必然的 当时我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就没有怕过有这么一天 到现在我也不怕这一天 包括我现在去说 他们怎么样啊 去骚扰我的家人 包括他们在这里来 怎么用生命 生命 威胁我的生命 我也在乎 无所谓 所以说 我只是想 这个世界上之所以 地球还存在 一定会有正义的 它一定 会有一天 所有的正义 会把邪恶给打倒的 这是我自己坚定的一个东西 我也是 今天我也跟我的志愿者说 我说我一定要为你们正名 他说 也就是说 他们都不知道我要给他们正什么名 我说有一天你们就会知道 我会让世界上所有人知道 你们就是英雄 你们就是真正的英雄 好 非常感谢任女士 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 他的这些传奇性的经历 也跟我们大家介绍了 关于印度的格力味药和中国的 这些病人 现在的他们的生存的状况 下一次呢 我想还想跟这个任女士继续探讨 关于中国医疗保健制度的有一些相关的问题 好 我们尽量的大家一起来关注这些问题 一起来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 不要说我们老百姓没有能力 现在这个时候 在这个互联网时代 在这个大众通讯呢 高度发达的年代 只要大家关注了这个问题 只要大家开始讨论这个问题 只要关注这个问题的人 大家相互之间联系起来 我们一定能够找到办法 我们一定能够积累起力量 大家不要放弃 任女士 不要放弃 咱们一起坚持 再继续战斗 好 谢谢 谢谢 再见 好再见 我们下次见 下次见